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看到很多事情都是因缘合合而成 因为我们自修自行 因为我们没有缘分 没有因缘 我们不可能就能够在人间这么生活 所以今天你正好投胎到人间 你为什么会到人间 你为什么会碰到他 为什么你会感情特别的跟他结束之后特别的好和不好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缘分 那么缘分能够体会到缘分 那是一种自物就是物性 那么缘分呢 如果你不能体验出来那个潜能 那么你就不能化解它 也不能驾驭它 所以我们有时候对缘分的理解很重要 如果你把它理解为恶缘 你可能就会往恶的方面去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你把它理解为善缘 你可能就会拥有善良的东西 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因缘和合而成 实际上就是要悟出因果 知道自己今生所做的一切 可能就是上辈子所做的一切 所以让你这辈子会所受一切 所以一个学佛人懂得 五蕴甲合之声 不要看重自己 不要把自己看得非常的伟大 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的渺小 要中庸 要随缘 很多的缘分要学会克制 缘分要守 如果一个人不能守戒 一个人不能守住缘分 那说明你这个人没有一种自制能力 能够克服这个人间一切的恶习 实际上缘分分善缘和恶缘 但是恶缘通常比较时间长 而善缘时间比较短 就犹如一个人的感情一样 好的时候很短 两个人作恶可能是一辈子 所以学佛人经常要懂得 尽善尽得尽孝 一个人要学会怎么样来 让自己变得干净 一个人怎么样懂得 做事情规规矩矩 一个人怎么样懂得 守住自己的正缘 就是正确的缘正 来去除邪缘 就是不好的恶缘 所以一个人 只要分析不出缘分善恶 你就慢慢的会被善恶所迷惑 那么你就会进入一种叫原相 就是缘分的表象 那么你对缘分理解 你自身理解为它是对的 是错的一件事情 你也会觉得它是对的 你自身觉得它是错的 但是通过你的理解 你觉得它是对的 可能你也就会认为它是对的 实际上 人的一生 并不是看表象 要看实质 所以人在实质当中生活 又在表象当中去迷惑 所以要想自己真正知道 自己的像 是真物 还是顿物 还是贱物 还是假物 都是看你的心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做人学佛 随缘 做人学佛 要懂的都是一种缘分 因为缘分 是能够让你彻底 开悟的东西 因为缘分 会让你明白这个世界 真正的人生哲学 因为你懂得缘分 你就会放下包袱 你会心活得踏实一点 开心一点 活在世界上 要懂得 对缘分 要随缘 要真正的明白 缘分的来历 要真正的明白 这个世界 我们到底 活着 学到了什么 所以明白缘分 你就慢慢懂得了 一切 借由自信起 世界上所有的法 它是从自信开始的 自信就是本性 本性就是良心 你要救人做好事 都要用良心来体验 你这个人 是不是真正的具有佛性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我们的良知良能 在哪里 我们怎么样来开悟自己的智慧 我们能不能 拿自己的良知良能 作为自己的能量 来体会 菩萨的智慧 去开悟 人间的 一切 这就是 我们怎么样去运用 自己的本性 和良心 和良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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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